在2006年的10月1号 我们就已经终止了葡萄酒的保值期 这一个标示 葡萄酒是没有保值期的 而葡萄酒怎么样去分 它应该什么时候喝或它的年限呢 就是你要去品尝 如果你这个酒不去品尝 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是高峰期 什么是低峰期 当然每一个人喜欢的风味不一样 有人喜欢老一点 成熟一点的口感 所以他觉得这个酒的听峰期 再放了十年放在十五年 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对 应该是放在五年放在八年 因为他喜欢更年轻的风格 因此葡萄酒的保值期的定义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只能给一个通俗的建议 那我们已经废除了 记得是2006年的10月1号 如果你下次买到一瓶酒 后面贴的保值期十年 那你应该是买到一款 人家已经存傍多年的老酒了 年轻人家的冷卖 你得到一款八年 我 zaj并不是物质 在五年 年轻人家的老酒 今轻人家的老酒 天轻人家的老酒